今年的世界被刺激吧 C罗踢走了我一辆车 梅西踢走了我一套房 德国踢走了我半条命 无数人在天台相识而笑 现在更刺激的来了 NBA官方宣布 与博彩公司的NBA达成一份多年合作合同 太阳总冠军 太阳队0比3班牌老鹰总比分4比3获得总冠军 下个赛季的NBA不知道会不会变成这样的画风 本来以为勇士对极其的武威权明星 就是NBA的大结局了 但这次的事件告诉我们 新的结局已经出现 也许之后NBA会在新闻联播上出现 主持人大型肥皂剧NBA去哪儿 今日已大结局 细喜欢看NBA是一家拥有并运赌场酒店的公司 它提供包括博彩 酒店 就餐 日乐 零售和其他度假服务 在与NBA达成的协议后 NBA将用权使用NBA和WNBA的工方数据 用于NBA的实地以及电子博彩业务 其实在早前 美国体育博彩就全国合法化了 这意味着体育行业收入的增加 多了像水一样 流进球队老板的口袋 NBA与体育博彩故事 早在斯特恩时代就沸沸扬扬 07年的多奈吉尔 NBA裁判 那的男人说NBA一番的才派东西黑上 但斯特恩老爷子说 这个是你一个人干低 跟我木的关系 其实 斯特恩老爷子在认这么多年来 一直反对NBA联盟的比赛与博彩行业相挂钩 不过 在新总裁上任之后 却是积极的推动NBA博彩 对于博彩 他的意见是赌不如输 以其一味的质值 不如公开来让大家监视 而对于假球 了解博彩公司盈利方式的球迷就了解 操控比赛的不是博彩公司 而是投注人 所以NBA与博彩公司签下合同 并不会影响NBA的比赛 詹姆斯 JR你买大分 你怎么不告诉我 算之 博彩公司更害怕假球 因为一旦出现问题 风投对伤的就是博彩公司 博彩公司承担的压力非常巨大 所以NBA与博彩公司合作 对于我们各官司看比赛 毫无影响